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有一天 无情走进小邦的五金店 问 有胡萝卜吗 小邦说 这里是五金店那里拉的胡萝卜啊 第二天 无情再次走进小邦的五金店问 有胡萝卜吗 我都说了这里是五金店没有胡萝卜 第三天 无情再一次走进小邦的五金店说 我想买胡萝卜 我这里买有胡萝卜 买有胡萝卜买有胡萝卜 我想几遍 我是五金店 第三天 第几天了 第三天 无情再次走进小邦的五金店问 我想买胡萝卜 你要是再来我的五金店问有没有胡萝卜 我就要葬你了 第四天 无情哥又来了 问 我可以买胡萝卜吗 小邦 按话不说 撩起秀子就是 一脚踢飞了 第五天 无情哥捂着嘴 你先别打我 我都说了 我这里没有胡萝卜 没有胡萝卜 没有胡萝卜 你要来干嘛 我今天不买胡萝卜 那你要干嘛 我的妹呀被你打掉了 不能吃胡萝卜了 我要买胡萝卜 讲完了 希望大家点赞转发留言